春节即将到来,又到了企业及一般民众送礼采购时间 台东县政府锁定企业送礼商机 在12月27号,下午2点 南港软体园区举办台东好物企业通路联合连结采购推荐会 县长黄坚廷表示感谢南港软体园区二级管理委员会 捐助现金,协助台东县多国南关 并于10月份邀请台东好物商家共同参与园区年度园游会 我们台东,其实各位知道我们有最好的池上米 整个种谷的米都非常的好 我们有几乎只有台东能够种的世家 那我们台东的旗鱼,现在我们台东种的咖啡,红梨,小米 其实很多很多台东的这个出产的这个食品都非常的好 但是过去可能它在产品的包装或者是开发或者是行销上面 它是真的是比较弱的,是比较不够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就我们从这个去年开始我们就在推动一个叫台东好物这样的一个专案 那由县政府来辅导然后经过我们的评选之后如果他能够入选 我们就给他一个台东好物的标章 到今年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45家台东的农民或者农西 然后123种产品 现在已经是我们台东好物的 获得我们台东好物的认证 然后当然我们帮他把产品这个提升起来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帮他很努力的去为他做行销 台东好物品选的这个最重要的标准 就是他必须要是健康安全 然后是有台东特色的 很重要的台东还有一个这个 我们在网路上面有一个平台叫做台东网路农场 那这上面也有一千多种产品 虽然不见得每一个都有获得我们的认证标章 那那个平台也可以提供大家只要上网打台东网路农场 都可以看到我们来自台东最天然最好的这些产品 提供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对台东的热爱 对台东的支持 我要祝福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事事如意 家庭平安喜乐 谢谢 台东好物业者将于106年 元月16号至元月20号 北上参加南港软体园区一二期举办的年货大街活动 展售期间台东好物专区祭出消费满额送好礼活动 欢迎企业园区员工及附近居民踊跃前往参观选购 东台新闻续amos 台东最后大功好物专区 内 밖에在人 dando了 这场就像非常棒了 东台新闻 mediagripto 共同...... elastic